一年了 海地仍然挣扎着 难以从2010年1月12日的毁灭性强症中复原 这可怕的灾难对海地的儿童产生了深远而难以平复的影响 很多这些儿童产生失了之前的生命 今天 有超过1亿人留在拥挤的难民营 其中包括大约38万儿童 许多孩子像是6岁的Judalon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和家园 也许没有什么比让孩子们重返校园更重要了 联合国已重建了57个学校 除了提供教育 学校也起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他们真的被困难了 但是在学校我们试图给他们的希望 和谈谈 让他们在一个场景上 让他们能支持这些儿童 联合国为生活在难民营的儿童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和友善的空间 确保他们有机会获得预防接种和保健服务 防止他们营养不良 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而2010年 海地遭受的大灾难不止有地震 洪水 飓风 政治危机加上霍乱 为海地重建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应对疫情快速动员工作人员 资源和旧生用品联合国并且成立了72所厚烂治疗中心 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减缓了海地经济复苏的进度 在某些地方我们仍然在保护的阶段 在保护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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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松 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阶段的阶段 而我们现在在保护的阶段 应该在保护的阶段 应该在保护的阶段 地震和霍乱疫情 凸显了海地长期以来 外园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 联合国认为救助儿童是当务之急 当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会知道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会不会知道 你会不会开始 但当你重点在融合 你会觉得 我的努力是 在工作 是最困难的 包括联合国和儿童基金会等慈善机构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最贫困的地区加倍工作 与政府合作 以确保水的净化 分发净水药片 并提供预防霍乱的必要事实 他们也走出城市 力求到达偏远的农村社区 空投基本医疗用品 建立学校给孩子他们从未有过的机会 虽然在海地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 但是这些慈善机构秉持着人道主义 努力满足海地人的需求 今年 国际慈善组织希望能够解决海地地方的贫困 和全国各地方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并承诺积极带给海地的儿童性生命 医生 公司 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